让考高的身体不切心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神的百姓早安 早晨我们又同心聚集来追求神 让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 来呼求祂的荣耀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起来敬拜 神的长母在人间 祂与我们同住 我们是祂的子民 祂就是我们的神 神的子民进前来 奉祝的名句寄敬拜 敬开我们的心 敬开我们的口 尊重秘密 在我们敬拜中 祢包座胜利 永恒荣耀充满慈敌 在你同才里释放出大恩 将一切都更新 祢包座胜利 让我进入祢荣耀 让我进入祢荣耀同彩 我要仰望祢奇妙荣耀 谁在尽在勇在全难者 如今与我们永远同彩 让我看见祢荣耀充满慈敌 我要尽力祢荣耀充满慈敌 谁在尽在勇在全难者 我全心敬拜 在我们敬拜中 祢包座胜利 永恒荣耀充满慈敌 在你同在里释放出大恩 将一切都更新 让我进入祢荣耀同彩 让我进入祢荣耀同彩 我要仰望祢奇妙荣耀 谁在尽在勇在全难者 如今与我们永远同彩 让我看见祢荣耀充满慈 让我看见祢荣耀充满慈 我要尽力祢荣耀充满慈 谁在尽在勇在全难者 谁在尽在勇在全难者 我全心敬拜 让我自如 让我进入祢荣耀充满慈 我要仰望祢奇妙荣耀充满慈 谁在尽在勇在全难者 经理我们永远同在 让我看见祢荣耀充满慈 我的耳充满慈 我终于我们永远同彩 让我看见祢荣耀充满慈 荣耀充满慈 我全心敬拜 谁在尽在勇在却难者 我全心敬拜 谁在尽在勇在却难者 我全心敬拜 谁在尽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们献上我们最深的清白 就要造成你的荣耀四面来环绕我们 我们属于你 我们本乎于你 你是我们尊贵荣耀的王 是我们的君王 是我们的父神 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是为我们受死的基督 主我们赞美你 愿你造成你今天再来牧养我们的生命 祷告敬拜奉靠我主宝贵得生的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昨天我们谈到牧养 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尤其是疫情过后呢 也许有些人是没有再回到教会实体聚会的 那我要怎么样继续的去牧养他们呢 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 昨天我们也谈到 什么是牧养 牧养不是我要做这个人的保姆 要去替他解决问题 他随抠我就要随到 牧养也不是让他来依赖我的一个借口 你不是要牧养我吗 所以你要帮助我 不是这样的 牧养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而我们就以旧约会幕来做例子来分享 神指示摩西的六件器具 他都是跟牧养有关 旧约会幕就是一段 人要进到神面前的旅程 他要经过这些的过程的 昨天我们分享到同祭坛 喜酌盆跟金香坛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陈舍饼 陈舍饼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是要来查考圣经得着主的生命 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节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 常摆陈舍饼 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桌子叫陈舍桌 它上面要摆陈舍饼 陈舍饼有几个呢 有十二个 十二个代表什么 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而饼代表供应 神答应供应以色列百姓 用陈舍饼来做一个应证应许 所以这是一个供应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饼 那么这个饼就叫做粮食 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耶稣就是生命的粮 陈舍饼就是耶稣的预表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要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 那么这个生命的粮是怎么吃进去的呢 其实我们明白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查考圣经得主的生命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我们的生命要突破 我们的生命要稳定 一定要读圣经 要认识神 把自己的思维调整成神的思维 我们才有办法在各样的征战中得胜 我们才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所以我们今天要牧养羊群 我们就是要来帮助他好好的读圣经 他没有胃口怎么办 我们要跟他分享我怎么读圣经 我们就要陪着他读圣经 以至于他也能够开始感受到话语的甘甜 求主帮助我们 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个设施叫金灯台 金灯台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彼此勉励活出见证的意义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5章37节 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 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 弟兄姐妹 祭司要点这七盏灯以后呢 灯光要对照 免得有一个暗掉了光亮还会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七个灯台 这七灯台呢 它就是一个彼此勉励 彼此一个帮助的一个见证 再来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读路加福音8章第16节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如果你是读新约的弟兄姐妹 你就会知道 这讲的就是一个见证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 从主而来的见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但是我们这个灯台要放在灯台上 我们要放出去 我们在职场 我们在校园 我们在社区 我们在家庭 我们可以出去为主做见证 弟兄姐妹 牧养就是要帮助我们所牧养的人 勇敢做见证 你要帮助他找到什么是见证 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见证 很多人以为说 我一定要有病德医治 我才有见证 我一定要有经济被祝福 我才有见证 要有那个关系和好才有见证 好像一定要结果是成功的 他才算见证 其实不是 圣经所讲的见证是见证耶稣 见证耶稣的什么 受苦 受死 被埋葬 然后复活 我们常常讲的是复活的见证 成功的见证 但是我们也可以分享受苦的见证 与主一同受苦 我们也可以分享 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 那个勇敢跟坚定的见证 各样的见证都能鼓励人 可是我们就需要明白 我们怎么样彼此勉励呢 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彼此勉励的当中 可以活出见证 要帮助我们所牧养的人不孤单 要帮助我们牧养的人不会落单 会有人跟他一起成长 彼此勉励活出见证 最后一个物件是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物件 叫做约贵 约贵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在讲神要与人同在 神要与人同住 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5章21到22节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 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坡中间 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这里讲的法柜就是约柜 这个约柜上头有一个东西叫 施恩座 施恩座上头是有基路坡有天使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说 这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神与人相会 为的是要随时得连续蒙恩惠 神要随时做我们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牧养羊群 就是要让他明白 神要与他同在 神要与他同住 那么在今天我们到了新约也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启示录21章3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事实上如果我们查考圣经 你就会发现 从创世纪伊甸园开始 一直到启示录 神都说他要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住 其实不只神这样说 耶稣也这样说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14章23节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弟兄姐妹 牧养的最高境界 就是看到我们所牧养的人 神来到他的里面 与他同住 神来到他的家庭 神来到他的职场 神来到他的校园 神来到他的社区 神在他所心心念念的 每一件事情 来到他那里 而怎么做呢 要爱神 我只要帮助我们的门徒来爱神 我们所牧养的人去爱神 圣经里面爱神只有一个标准 就要遵守神的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帮助华人教会 能够按照圣经真理来牧养门徒 更多的查考圣经 爱慕神的话语 得着基督的生命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要师的主 我们要更多的来查考圣经 更多的来爱慕你的话语 要得着基督的生命 为我们所牧养的人祷告 我们要帮助我们牧养的人 读圣经 爱慕圣经 我们要做榜样 读给他们看 陪他们一起读 主我们谢谢祈祷的话 求神是我们认识的 哈利云 是的主我们仰望祢 求神祢帮助华人的教会 将神话语的宝贵 来教导神的百姓 主啊圣经上记载 世人说祢口中的训言 是与我们有益的 剩余千万的经营 愿神祢帮助我们 时常来渴慕你的话语的浇灌 时常来思想 来默想神祢的话 更行出神的话 求神也赐给我们一个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认识 我们自己里面生命的干渴 知道我们里面需要神祢的话 因为神祢的话 可以带领我们 来到生命泉的泉水旁边 使我们时时刻刻有一个 渴慕行出祢话语的 那个真理的心 以至于我们可以 因着渴慕每天安排出时间来 用心地阅读思想 谨记来遵行主祢的话 主啊祢的话说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个人是有福的 主要愿祢的百姓 都能够成为这个有福的人 来追求这个有福的缺具 谢谢主 是的 父神我们仰望祢 父神祢透过圣经 来向祢的百姓说话 因此恳求神来帮助华人教会 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 来教导门徒 也帮助牧者们 能够带领弟兄姐妹 一起更多的来查考圣经 主啊 因为祢的话语就是生命 愿主使华人教会 能够带领门徒们 更多的渴慕神的话 透过查考研读圣经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得着满足 主啊 因为祢的话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啊 是的 唯有祢的话语 能使人的生命得着满足 谢谢主这样子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求神也来帮助华人教会 能够按照圣经真理牧养门徒 彼此勉励 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见证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带领这些的门徒 能够彼此来勉励 而且能够活出祢的见证 无论在哪里 能够方显米的荣耀 主我们谢谢主 让我们苦衷 我们弟兄姐妹 透过尊心声的话 做出耶稣基督的养性 谢谢神光 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祢 美好的见证 祂会光可言 谢谢神 主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说我们是祢的子民 主我们祷告 主祢常与我们同在 主祷告我们的每一天 都能够经历祢 主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分享 主祢的爱 主我们说我们不吝啬分享祢的祝福 主我们不将自己放在床底下 主我们将自己放在灯台上 主因为这是要见证主祢的荣耀 教导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 主每一天 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主祢的恩典 主祢来帮助我们 对付我们的那个不知感恩 跟理所当然 主让我们能够彼此劝勉 主要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 主要叫众人看出 主我们是祢的门徒 主要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学习更多的数算 主祢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赞美祢 是的 主耶稣 你说我们是光明之子 你说我们是世上的言和光 主要祢让人能够透过我们的好行为 赞美天上的父 感谢父神祢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能为主做见证 也求主耶稣来帮助华人教会 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 来牧养我们各个门徒 使弟兄姐妹能够透过遵行 神祢的话语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出来 也求主耶稣赐福华人教会 能够彼此的勉励 在生活中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主耶稣我们赞美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华人教会 按照圣经真理牧养门徒 更深的爱主亲近主 常有神的同在 也常住在基督里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祢 帮助我们所牧养的门徒 更深的爱主 主啊 以至于能够活在你的同在 能够长住在基督里 主我们谢谢祢 主啊 哈利路亚主啊 主啊祢的话说我们要亲近祢 祢就必亲近我们 主啊一个可目的心很重要 可目的心帮助我们 可以认出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 真的想要与你亲近 主啊你说一个人渴慕神 就好像露渴慕西水一样 没有渴慕的心 就没有办法来亲近你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 一个渴慕你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 圣灵啊 做我们里面的帮助 时时刻刻提醒我 要与主同行 神愿我们手中 所行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由主参与 在我们的计划里面 我们也要在神的计划里面 藏在主里面的爱里面 活出天父对我们的心意 主我们感谢你 是的亲爱的父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父神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 而且你应许要与我们同在 要与我们同住 求主来帮助 华人教会能够按着 圣经的真理来牧养门徒 让弟兄姐妹的生命 能够扎根在主的话语里面 能够更多的明白 天父上帝的爱 使我们每一个人 愿意用生命来回应 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来亲近这位爱我们的神 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 被造就被坚固之后 能够与耶稣基督紧紧的连结 就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一样 让自己藏在基督里 结出果子来 谢谢我们的父神 这样子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华人教会 能够牧养出有爱 有生命 有能力 有见证的门徒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让我尽如你荣耀同在 我要仰望你喜妙容颜 喜在尽在勇在全满城 不尽于我们永远同在 当我看见你永恒过渡 我要尽力的大难所谓 谁在尽在勇在全满城 我全心尽满 我全心尽在全满城